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一个日本朋友家里的 对 他说他是他家祖传的 他让我带回来让这家看看他们这是到底是真的假的 那沈全呢 他也是雍正时候东渡去日本的 当时中国的国画也是非常辉煌的一个时期 也影响了日本的很多人 所以在日本是大名家 但是他是中国人 您今天把沈全的作品拿到我们的节目中鉴定 真的是非常合适您来对地方了 现在就请专家老师肩膀 有请 本全不但是日本的很多收藏家喜欢 中国的收藏家更喜欢 中国的皇帝更喜欢 他是曾经是宫廷画家 皇帝特别喜欢他 所以说啊 你看我们在座的杨宝杰老师 或者杨宝老师一说到杂像青铜器还有那个瓷器 一说到什么清空葬半处的这些东西 立马身价倍增 所以这个东西要是真的话 价格可了不得 那么他的特点在哪里呢 他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喜欢 因为他造型能力 写实能力特别强 所以据说曾经有日本人都跟他学话 他的学生日本人都有 所以我们怎么鉴定真假呢 关键就是看他的造型能力 那么我从这件作品上来看呢 出问题了 他这个是没有立体感的 他这个鸟爪感觉上像简子贴在这个上面 所以你看就不可能对吧 如果你有正常的一个透色感 就起码有一个根部看得到 还有鸟爪有这种凹凸 这个是都没有 那真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再加上看这个鸟的这个形状造型 你看有一个右边这个鸟的头 感觉上非常僵 不是很灵活 实际上鸟头是非常灵活的 四面八方都可以转的这种感觉才对 两只都是这样 透视都有问题 造型都不美都走样的 还有一个菊花也是 你看特别是下面两朵菊花 画得很没有生气 就感觉上是只做的菊花的这种感觉了 那么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 再看整体 整体上看它这张画的这种 感觉上这个造型的时候 用的这个笔墨都是非常拖沓的 它不是写出来 正常这种公秘化也是带写意的笔法 那么它这个感觉是水冲 还就慢慢地描 描摹的痕迹非常重 非常降气 所以整体上的气息是不高的一件作品 再看这个提款也是 这个款字的大小力度 都是不够的 特别是省权两个字 上面那个省字又太大了 到权子又太小 感觉缩着 缩在一起的感觉 所以两个字变排一起 不恰当 不美 总体看 这件东西不是真迹 它的爪子没有 一点没有泥 另一个这个鸟啊 画得很呆板 因为省权这些大画家啊 画的东西啊 很到位 还有这个提款 提款这个字啊 就像一个小学生写的字 软绵绵的 没有泥 这些大画家的字啊 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他们的字都是经得去推敲的 这幅画应该是假话 反正这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毕竟是他家传的 这个东西虽然不是审权的真迹 它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心里明白了也好 让他知道 所以到日本去旅游一定要小心 因为我们中国大概在民国时期 有大量的书画艳品流到日本去了 那么日本的厂家都把它当为 自保收藏在那 到现在可能日本的一些厂家 也有所察觉 那么很多东西都流出来 流到社会上 流到日本的社会上 那么我们中国很多游客 误以为那些东西都是国宝 都把它买回来的 实际上有些不理性 我觉得不值得 的确啊 这两年在日本简陋的人很多 打眼的人更多 这个知识还是要跟大家说的 也感谢您的参与 好 希望咱们以后能够收到审权的真迹 好好吧 好 感谢您的参与 好 谢谢 的确啊 我们现在出国旅游的朋友特别多 到了国外呢 一个是买当地的特产 还特别喜欢在国外的市场上 买一些收藏品 但是真的要告诉您 国外市场的假货 不比国内的少 好 好